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道理我真应该去称您一声前辈 前辈 晚辈来晚了 晚辈属实也没准备什么东西 要么我给你点一根啊 我这身上没带着 回头我在台下 回头我给你整几条啊 抽归抽 烟头别乱扔啊 说什么呢 这个抽烟呢 确实对身体真的是不好 尤其是这个乱扔烟头啊 其实不是特别的文明 现在小孩也不知道咋的了 你说就这么大年龄开始抽烟 你像我 我像这么大时候 我抽得比他还多了真的 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一抽烟呢 我妈就抽我 我抽一根烟用五分钟 我妈抽我的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妈还劝我 说小兵啊 别抽烟了 对你身体不好 你看你抽的 鼻青脸重的 照应饮 社会我硬哥 社会我硬哥 硬哥东北人 说一嘴普通话 哦 东北人为硬哥 好子 必须的 听说啊 跟朗朗 李云迪 是齐名的锁纳 钢琴表演艺术家 我相信大家肯定是不知道 但是朗朗和李云迪 也未必知道 像这种国际级的 这个我们钢琴艺术家 真的他这个手啊 双手是特别的金贵 我们从这个朗朗的身上 就可以看到 朗朗就把他那个双手 高价地保了那个宝额 就像什么 意外线 高价意外线 我硬哥 好使 跟风人也保 高价宝额 保了他那双手 但是我就纳闷了 但是我就纳闷了 你这边上了保险 那边总做饭 你是想骗保啊 还咳着做菜啊 对不起 我要去巴塞罗那 剁点辣椒 啪啪啪啪啪啪啪 哎呀 我的妈呀 手割破了 这以后 这以后 我以后 我以后 是不是就发财了 对了 我硬哥还说呢 硬哥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有个习惯 就晚上睡觉之前 喝一杯那个 单衣掉牙的 不是 单衣大牙 不是 单衣 单衣卖牙 单衣卖牙的 基本 但是我觉得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 就是挺能装的 你真的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嘛 是吧 每个人都有 自己不同的爱好 你像他爱喝单衣卖牙 我就爱喝勇闯天涯 无非就是带气不带气 打嗝不打嗝的区别 喝多了还是俩字 迷糊就完了 刚才还说呢 还说 我硬哥还说 哎呀 跟那个 意大利的 banana切除 banana banana还用切吗 扒了皮就完了呗 太能装了是吧 又什么什么 斯坦威 钢琴家 又难带厨师的 我就想问一下 你回东北老家 你不怕哀笑啊 你还整这么多头衔 我劝你啊 你先给自己 整个头盔吧 硬哥 像样啊 硬哥 我换下一个 王静导演 其实我真的特别希望 跟王静导演 来个合作 但是王静导演 说实话 我也想跟你说一句话 我虽然是电影界的新人 不敢太造识 但是我还是稍微要跟你说两句话 就是你在选电影女主角的时候 你能不能跟徐征导演学一学 你看徐征导演选的女主角 袁权 赵薇 这都好演员 你看你选的女主角 我就想问一下 你是拍电影吗 你是拍拖吧 徐徐老远 我老大 我大哥 真的 这个从为人上 艺术上 我都特别地尊重和敬仰 他就是我的指路明灯 他就在前面走 我就感觉我后边这一块 特别地亮堂 老大 我刚才 我就摸脑的时候 你不什么玩意扎我手一下 我一看 是头发 你可以来摸我的脑 对不起老大 我戳伤你了 我和徐老拍戏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气氛特别地愉悦 特别地愉悦 而经常我们俩拍了戏以后 下来以后会小酌几杯 但是徐徐导演为什么能成功 他电影为什么能大卖 而且艺术质量这么高 因为他喝酒的时候 也同样在讲着电影的艺术 那天就跟我说 说没喝多啊 没喝多 他眼神有点迷你 冰冰啊 没跟你说啊 电影这东西 真的好 有演员你知道吧 有演员你知道吧 金凯瑞你知道吧 金凯瑞你知道吧 演得好 我来给你 我金凯瑞 金凯瑞演太棒 金凯瑞还用手 金凯瑞的眼睛 其实我都不认识他了 一直唠啊 唠一宿啊 唠一宿 唠一宿金凯瑞 到最后 徐征导演也没有发现 我不认识金凯瑞 随时我就心想 我说你还说金凯瑞演得好 好像是我演得更好吧 提起喝酒 千万不要被徐徐导演所迷惑 我那个小朋友圈 都送我一个外号 东北酒王 但是我喝不过他 真的 喝不 我们在俄罗斯拍戏 头一天晚上 就刚才我应该说 怼了六瓶 XO阿雅 光光怼 怼之前我说 我说老大你别 别仗这样 明早还拍戏呢 我要对得起 你又对得起电影 你喝多啥啥 徐徐导演说 说没事 冰冰啊 你不是演个列车员吗 是 明天拍车里的戏 明天我给你 安排两场晕车戏 结果到第二天 真的真的 我演得特别好 不但晕 我还吐不凉 然后徐徐导演 啥事没有 还夸我呢 他说这个演员 这个演的确实 挺有味道的 不过真的 最后我还是想感谢徐导 感谢徐导 给我这次机会 能够参加 九妈这部电影 希望大家能够在 大年初一走进电影院 一起来看我们 徐中导演的这部新片 非常精彩 也要特别地关注一下 那个列车员 那个演员 真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演员 谢谢大家 我是贾宾